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明星對於生孩子的事情,總是喜歡寶物, 很多時候孩子都很大了, 先和外界公佈寶寶, 的存在這些行為,從任何方面看都不算好。 但也不算非常奇怪, 不過在3月18日, 陳法拉官宣移胎產子, 引起了大家激烈的討論。 因為陳法拉,一位42歲的國際華裔小姐, 在2019年迎來了她的第二次婚一, 嫁給自己大12歲的法國人Emmanuel, 隨後在2021年情人節, 她宣布了懷孕的喜順。 女兒的出生令這個家庭充滿歡樂, 很多人已為陳法拉因事業、 繁忙和年齡考慮, 不會再有第二個孩子, 不過她打破了公眾的猜想。 草賢懷上了第二胎, 並在孩子出生後先公開這一消息。 對於一直以低調著稱的陳法拉來說, 這種不張揚的生活態度, 反映了她對私生活的重視。 她透過社交媒體發布一張手連手的家庭照片 來宣布第二胎的淡沙, 照片中家庭成員的手緊緊雙球, 展現了家庭的溫暖和團結。 這種宣布方式和宣布第一胎出生的時候相同, 顯示了她在家庭生活中堅持的一貫風格。 陳法拉並沒有過多解釋懷孕的細節, 緊透露了新生兒的匿稱為米奇, 和女兒米妮的匿稱雙呼應。 這種細節的處理展示了她作為母親的細心和愛心, 同時她的一些社交媒體動態。 如女兒穿白色服裝, 手捧鮮花的照片雖然沒有腦出面孔, 但充滿了期待和喜悅的氛圍, 反映了陳法拉對家庭生活的 真視和對私演的保護。 但大家亦發現, 其三歲女兒手捧鮮花的背影顯深酸。 似乎是察覺到, 將來會有一個弟弟和自己分享父母的愛, 所以在送花的時候背影這麼深酸。 不過話又講返, 雖然陳法拉在國外生活, 和香港和內地的傳媒聯繫減少, 但她對懷孕和生子的保密工作做得無懈可擊。 這種飾演保護的嚴密性, 在華人娛樂圈中十分罕見, 她的第一段婚姻。 直到宣布離婚的時候, 外界才知道, 顯示了她對私生活的極度保護。 陳法拉的生活方式和選擇, 包括她如何處理公眾和私人生活的關係, 陳法拉出生在四川成都一個藝術世家。 祖父祖母曾在中央歌劇院教授聲樂。 爸爸是鋼琴調音師, 媽媽是舞蹈老師。 爺爺為其取名法拉就是予以音符發落。 從事音樂的分圖, 塑造了陳法拉卓然天成的氣質。 五歲時, 媽媽簡澤去北京師範學院進修, 在那兩年內, 沒有了媽媽的悉心照料, 法拉跟著爸爸生, 回。 老師們對小法拉的印象, 就是一個安葬的、 黑糊糊的、 瘦瘦的小孩子。 正是這樣的散樣式教育, 塑造了小法拉, 獨立自主的覺醒。 從決定自己今天吃嗎? 到後來讀大學, 挑選專業。 畢業後去香港發展, 父母很少左右她的決定。 十五歲那年, 陳法拉跟隨家人移民美國, 之後考入埃麥女大學商學院。 讀書期間, 她依靠獎學金和勤工劍學負擔大學學費, 兼職做毛德爾, 參加選美比賽。 2005年陳法拉到香港參加, 國際華約小姐選美比賽, 獲得了亞軍, 一舉簽約TVB。 就這樣,陳法拉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懷勵轉場。 娛樂圈的大門, 機緣巧合底被她打開。 一位朋友問陳法拉的爸爸, 你看你女孩子一個人在香港, 連廣東話都不懂講點運娛樂圈。 爸爸回答, 她自己懂事能應付得來原生家庭, 無條件地信任和支持, 給了陳法拉抵氣。 她開始大膽追求自己所熱愛的事業。 獨立自主的個性令陳法拉, 無論遇到什麼風浪都無所畏懼。 憑植高顏高知的雙高優勢, 陳法拉開啟了自己的演藝、生涯。 《法政先鋒》是陳法拉出演的第一部電視作品。 不是科班出身, 令陳法拉意識到自己的不足。 為了磨練演技, 陳法拉從中戲請黎老師教導自己。 她一邊拍攝一邊定期飛往北京上課, 然後再馬不停提地飛返香港。 在唐心風暴之家《好月園女》, 她飾演尤若雅女金榮慶, 精彩的呈現助她獲得萬千聖輝頒獎, 例最佳女配角獎。 第十六屆亞洲電視大獎, 最佳戲劇女配角獎。 東西攻略裡她是雷麗風行。 有趣可愛的鍾毛艷, 斬獲第十屆華鼎獎, 中國最佳電視劇女演員, 上雲宵二女名艷動人。 夜人心疼的何年熙, 成為螢幕經典, 透過自身的努力, 陳法拉從小花配角成功晉升為TVB當家花彈, 對比工作上的努力在感情上。 陳法拉拼命低調, 一次又一次狗仔撞到她和豪門太子爺。 涉世行甜蜜約會, 兩人卻始終沒有鬆口承認交往, 直到被發現兩人戴上了同款。 專家隱婚大白於天下, 除了隱婚風波, 逐里間的大戲更是精彩。 兩位豪門儀式, 一個是生怕人之道的TVB當家花彈, 一個生怕人之道的十八線聯帽。 諸葛紫棋經常捆綁陳法拉炒新聞, 擦熱道。 她不僅當眾爆料陳法拉和涉世行已婚, 還多是在公共牆下伴奉陳法拉。 陳法拉不聲其煩, 怒斥諸葛紫棋多嘴, 兩人名爭暗斗, 作實了逐里吳合的鑽言。 後來公婆崔山, 涉世行在繼承權之爭中失勢。 匪聞傳出各種光怪陸離的劇情輪番上演。 最終,陳法拉離婚, 結束了這場豪門紛爭。 更出乎意料的是, 陳法拉放棄與老東家TVB續約, 其滿分手。 一時間, 豪門戲虎過氣花旦的輿論甚囂塵上, 婚姻事業紛紛受挫陳法拉, 卻迎來了人生第二次華麗轉場。 她拿出當年學霸的本事, 全身考到朱利亞學, 員工讀戲劇碩士學位, 這所謂於紐約的藝術殿堂, 是全世界擁有演員夢的人無一不向往的物格。 食事課程每年上千人投考, 但只收五男五女。 陳法拉憑實力成為其中一員。 跳出書式區, 陳法拉用實力展額了眾人。 從零開始, 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勇氣和自律。 但,陳法拉做到了。 四年後, 她以全藝的成績順利畢業, 成為學院首個拿下表演是 碩士學位的華人明星。 在紐約的日子裡, 陳法拉還踩後了第二段姻緣。 現任丈夫的中文名叫斯瑪諾。 雖然來自法國, 一口普通話卻相當流利。 斯瑪諾是一位高顏寂、 高智商的哈佛商學院精英。 在朋友的介紹下, 兩人相識、相戀、相知。 2019年, 兩人在法國緣婚。 在婚禮上, 斯瑪諾用普通話向岳父岳母做了保證。 承諾照顧陳法拉一世。 陳法拉更是高條地在微博上曬結婚賞, 收獲了很多粉絲的祝福。 去南極看冰川企俄。 去南美自在遊行。 遠離傳媒的鏡頭, 和老公一起遊行, 吃美食。 這種彼此陪伴的生活, 簡單而美好。 在美劇無所作為, 他獲得了與國際巨星尼可基德曼合作拍戲的機會。 雖然氣氛不多, 對首次進軍好萊塢的身影而言, 顯然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開始。 陳法拉是真的愛上了表演。 拍完無所作為之後, 他沒有借好萊塢的名號台價位, 自費機票, 一個人拿著行李箱飛去內蒙古。 零片酬, 出現了華人女導演原原執導的短片《雅南非》。 這部片拿了七個國際性獎項, 所以這次他曬出寶寶, 和法國豪宅的內景, 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所以希望他在將來的日子裡, 能夠過得輕鬆和快樂。 作為觀眾粉絲真心祝福他。